身為高雄整型外科醫生沈彥廷 讓自己維持很好的體態 他飲食上少油少鹽 每週固定上健身房三次 不熬夜也不淹不久 直到去年卻發現身體有狀況了 看到有一個癌症 肺部有一個陰影的時候 其實自己會覺得 怎麼會癌症會在我身上發生 那當然後續比較幸運的就是說 肺癌的一個大小是不大的 所以經過手術切除之後 其實後續只需要定期的追蹤 那也不需要這些化療等等的一些治療 所以其實是覺得自己是蠻幸運的 若不是醫院提供了免費健診 他應該像許多人一樣 日復一日忙於工作 直到肺部腫瘤無聲無息的變大 甚至蔓延出現不適症狀 才能發現理癌 那時候的治療恐怕還不會這麼好 我必須說當有症狀發現才開始做檢查的時候 通常找到的確定的肺癌都不會是初期的肺癌 所以甚至有一些做健康檢查的民眾 當他做了健康檢查發現腫瘤的時候 其實我們後來診斷他可能都已經在第三期 第四期 自己得到癌症的話其實在心理上的一個調適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癌症這種東西當然聽起來還是很可怕的 但是如果能夠遵從 聽從醫生的建議 然後定期的做後續的等等的治療 追蹤 其實癌症其實可以變成一個不可怕的東西 建議民眾將低劑量電腦斷層列為健檢項目 低劑量電腦斷層則可以看到0.2公分的腫瘤 渴望及早發現肺癌病灶 而肺癌第一期發現與治療 五年存活率達九成 若第四期發現才治療 存活率達不到兩成 手術完之後當然就是慢慢恢復到自己的正常生活作息啦 工作啦 運動啦 社交等等 那當然這些都可以幫助一個人在經過一場大病之後 一個過度期的一個修復 沈醫師經歷抗癌 讓他對於同樣離癌的病人們更加有同理心 他也以自身經歷鼓勵大家 不論多忙 都要關心自己的健康 才不會錯過治療的最佳時機 人間衛視王天倫 高雄採訪報導